中国跳水队公布了德国柏林世界杯参赛名单 年仅15岁的奥运冠军全红产榜上有名 他将和队友陈玉希一起参加女子丹人和双人十里跳台比赛夺得双料冠军 10月20日至23日跳水世界杯将在德国柏林举行 原来跳水世界杯每两年举行一次偶数年举行 由于疫情菲娜的日程受到了影响 尽管世界锦标赛刚刚在7月举行 Fina仍然坚持在偶数年举行世界杯的传统 两大赛是同年举办史无前例 仅相隔三个月也给中国的备战带来挑战 领队周杰宏说恢复起来更难 但对运动员来说也是很好的训练 在今年7月举行的布达佩斯游泳试景赛上 正处于一年身体发育期 长高10厘米的全红缠克服重重困难 夺得女子双人十米台 混合全能团体两枚金牌和女子单人十米台银牌 本届世界杯全红缠再次和陈玉希一起参赛 两人一起参加了两场比赛 在日前举行的团体测试中 陈玉希因病缺席 全红缠以418.30分获得单人十米跳台冠军 这个成绩虽然不及自己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精实舞跳 但比陈玉希在世锦赛上夺冠的成绩417.25分要高 据了解全红缠在最近训练中重点功课的 就是自己容易出现失误的207C 她说世锦赛后我主要练习这个动作的起跳 可以说我现在已经克服207C了 动作比以前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也更加稳定了 谈到自己将要参加的第一次世界杯比赛 全红缠表示 我觉得跳好自己正常发挥按照平时训练来就行了 10天之后全红缠就要开启自己的跳水世界杯之旅 作为跳水三大赛之一 世界杯同样非常有分量 如果全红缠顺利攻克207C她夺冠江无悬念 这样她就将在两年时间内实现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金牌大满贯 在场馆设施方面 这次世界杯对全红缠和陈玉希也提出了新的考验 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场地有些特别 不同于以往的双人十米台选手 站在同一个大平台上完成动作 这一次两个同步的十米跳台 选手将站在两个独立的跳台上完成动作 两个平台相距三米 需要负责人大声喊口令 周济红说 可能场地设施 双人跳台比赛要在两个平台上完成 平台可能比较宽 不一定适合她 但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到达场馆后 尽快适应场馆设施 此外还要做好应对气候和气温变化的充分准备包括防疫 这次陈奕文参加了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 曹元和王宗元参加了男子三米跳板的比赛 在男子跳台比赛中 杨健和杨昊参加担任十米跳台 杨昊和连俊杰搭档双人十米跳台 至于此前大家非常关注的团体项目 这次中国跳水队直接弃拳 意味着没有安排人员参加这一次团体赛 所以对于各位粉丝来说 要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还记得在之前跳水队没有官宣最终的名单包括日程的时候 很多粉丝还以为全红禅有可能要冲击三个项目 争取继续拿到三块金牌 没有想到这一次的三个冲击项目还是发生反转和变化 不过这样也好全红禅反倒不用这么劳累 能够更加全神贯注冲出更好的成绩